禅定 在翻译里头是 繁华和义 繁文叫禅诺 所以禅是繁文 英语的 定是中国的意思 繁文的禅诺 跟中国人讲定 意思很接近 所以把它翻作禅定 禅诺的意思 从义上翻 禅律 禅就是定 中国大学里的讲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所以这个定 不是死定 不是什么都没有 定里头有观 律就是观 要止观 大臣 大臣 照进 照进 是智慧 所以 只观是自信里面 本有的能力 不是从外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 但是我们的心是乱的 但是我们的心是乱的 妄想都 杂念都 定不下来 所以他不起智慧 他生烦恼 动乱了 神烦恼 直观 神之为 所以 所以 佛家修行 禅定是枢牛啊 佛法修行 佛法修行 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 戒定慧 三个字 叫三序 戒是规矩 戒律 不守规矩 你不能拯救 要守规矩 守规矩 你的心就定下来了 心真正得到定 它就起照的作用 照的就是 神智慧 决定神智慧 晓定神晓智慧 大定神大智慧 回归到自信本定 那么 变法界虚空界 用现在人的话来说 全宇宙 整个宇宙里面的事情 无论是过去 现在未来 无论是大小 无论是前身 你没有一样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照见 你是这一面镜子 一丝毫然无得没有 自然照在里头 就是这个道理 不是学来的 那不问你的时候 你好像不知道 问你的时候 头头是头 佛 中国古生线线 教育教的什么 就这个 不是求知识 今天的教育全是知识 知识 用心意识 成定 智慧 不用心意识 心意识是旺行 是生灭法 那佛法 修持是戒定会 戒定会里头 戒里头有心意识 定就没有了 定就要把心意识 降伏住 控制住 即使有 不叫它起作用 真心就行 忘念被控制住 真心起作用 真心就着急 学大臣的人 对于这个概念 要不能接受 要产生怀疑 它永远不能入 佛门 佛门里面 决定不时刻 你用往前 不但大臣 你不能入门 小臣 也不能入门 小臣 脱离留的轮回 轮回怎么来的 心意识 造成的 心识 阿雷 意识 莫诺 识是第六意识 设法界 一真壮业 是他们造的 六道轮回 执着造的 放下执着 才能出六道轮回 阿 然后再放下分别 放下起心动念 这就超越 设法界 超越 设法界 只是观就现起 只观一现起 你就超越 设法界 啊 执 执 心不动了 不起心不动呢 心就不动了 啊 所以 无量的智慧 无有穷尽的智慧 是自信本有的 是自信本有的 阿玛 阿玛